歡迎大家來到今個星期五的動漫廢物 今晚我們講一個新聞話題 不過是六部的節目 大家好,來到這裡是因為 今個星期動漫界有一件很大的花生發生 我猜不到竟然會釀成花生 這些簡直是驗償 不只是花生那麼簡單 話說大家都知道Netflix近幾年都很進取 他們甚至是和很多日本的製作家合作 買了很多版權回來 例如現在還在弄那套歌斯拉 按摩城 歌斯拉不是完結了嗎 第三集還未出 按摩城 還有之前那套001還是007 009 是有001加007 裡面是有001和007 現在最近它宣布了 這次就不是那些叫什麼 computer anime 就是說會剩下 星期就是剩下 因為我記得好像是說銀 是不是青銅 銀 銀河戰爭開始 今天人數不多 有我漫遊者 我添 嘉賓 我是影情 那我們說這件事 沒有女性的參與 真的很性別 就是正不正確的 不是正不正確 而是 少了觀點 我覺得是需要全面一點 所以我們 女性也有女性觀點 我覺得是同意 必然會避充得比較好一點 但事實上我對這件事 又沒有坊間那種 我是幾十年來 都算是一個粉絲 主要是原作那部分 加上首代目 我想正常的人都是這樣的 Omega是比新一代 所以很難說 它會符合得到我 它沒有了性衣箱的設定 它將那些人 變得好像幼的 黃金雲都還可以 對於我來說 因為它是原本的那群聖鬥士 即是原本的那群黃金聖鬥士 所以對於我來說 都還有那種味道 聖鬥士長 我不太知道它被什麼人戴 因為它最後是說女性鬥士 即是亞典娜終極的親衛隊 全部都是女性鬥士 面具都不用戴 沒錯 其實今天就是講 新的Netflix Remake版的 聖鬥士星馳的 炎上事件 因為它剛剛出了一條Trailer 其實沒有什麼說什麼的 純粹是一些 大概給大家看的畫面 動作也是差不多 那些東西來的 這個Trailer 有趣 這個Trailer 大家都知道 有看過 你看到它 就是 傳說以來有些威力很強大的戰士 然後你看到 教皇出現過 星馳出現過 卡斯拉斯出現過 然後 大約 除了星馳之外 其他那些 每人都只有一句說話 而整件事最重要的角色 就是阿信其實在整段Trailer裡面 你看到樣子的時間 大約是兩秒左右 是 而他只是說過一句說話 就是 很短的 短得不得了 但是隱身 搞到連監製的Twitter都要刪除了 因為其實他那個 他說什麼是不重要的 主要是因為他 人們看見好像是一個女人 他女配音員 他的樣子 其實就比起 平日在陰日 我其實就沒有看得太仔細 因為我看的時候 除了那些景色 我看得比較人家 好像打遊戲 之前有一隻遊戲 好像是聖鬥士王金雲 就是那類 總是覺得不太合適 但是如果 那時候看 如果有 那就看看吧 結果就驗上了 一天 8日出 9日 那個 Trailer的like數 和dislike數 已經是8千多 5千多like和8千多dislike 然後到我們今天錄音 是星期三 就是5千多like和1萬多dislike 然後就開始去問 他應該是script writer來的 編劇 就是Eugene Song 這位編劇 但是我不確定 看名字 他應該是韓國人 他是寫自己是韓國人 他是韓國人 但是我們不知道他是屬於ABK 是不是ABK 我們不知道 究竟他是完全的 美國土生土長的韓裔人 還是在韓國住了一陣子 才再過去美國工作的人 我們就不得知 不可考 最少我們考不到 這裡 有人問他 他就開始解釋 大約是9日的事 一天之內 因為Defense 真的很快 反應 在問他 為何阿信 像女人的阿信 是他弟弟 其實 我憑記憶 我記得他還沒回應 之前 那些人 純粹是疑惑多於憤怒 為何會這樣 因為他不確定 其實女配音員配男角 其實是很常見的事 其實你悟空也是 而且最大的原因 就是本身那套鴿的設計 曲線是比較特別的 你遮住了聲聲 其實是不太覺得的 因為我小時候看無線 我一直以為阿信是女人 我認真的 正常 我都明白 這個也是我 稍長長過後看書才知道 因為我是先看漫畫 所以我就沒有這個 我看動畫 好像是女人 我那時候是這麼想的 很開始看漫畫 都可能還不會 但是因為很快就又爆甲 又脫掉了一件 聖衣 所以都會見過他赤裸上身的 還有書是很快 我看那幾期很快就已經說 他是弟弟 是 是 從這個傳播開始引發了很大件事 我們廣東詞 改編得最出色的那首歌 就要改歌詞 可能有點像女人的阿信 但是他妹妹 因為他真的是一個女人 於是Eugen Song就開始解釋了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他就說 30年前 一班男性去 打架 拯救世界 這是很合理的事 沒有人會覺得這是一個大事 但是30年後 事情已經改變了 已經不一樣了 另外再加了一個 其實每一個傳播都有很多回應 很多意思都是幾十 不是很多人不斷攻他 他就不斷解釋 其實現在女性拳打腳踢 其實都不是一件很特別的事 所以他覺得在這一個 我們稱之為戰隊 這隊戰隊裡面 要有一個女性 要有女性的參與 這個就是編劇最主要的一個說法 他就說對於這件事 和這個設計 他是回應這個改動的 然後那些人就真的憤怒了 其實我不知道要燒多久 因為我沒有上去Twister 10號那時候 他的Twitter還在一起 其實應該是11號的下午 不知道 3點左右 他就剷了Twitter 即是燒了兩天 也是我朋友跟我說 然後我就先按一下 然後又真的進不回去 我還以為太多人進去Twitter 所以進不到 不過這件事也很大的 他的Twitter很大 我不知道有一份外文報紙 我看不出他的意大利文 還是西班牙文 因為我不懂 報紙有報 在日本的Yahoo 他成為了Internet版 即是I mean 你知道有時候 財經版 國際版 本地版 他屬於Internet版的頭條 那有很多日本 香港人的反應是這樣的 你看到他的Twitter 或者很多不同的新聞 西班牙也是 意大利也是 很糟糕的 其實歐美也有很多討論 基本上我覺得 當然可能會大聲一點 所以就明顯一點 另外呢 有些人就上綱上線了一點 例如什麼呢 這個是韓國人 他哪有懂得修改我們日本的 哈哈哈哈 這個也有看過 有看過這樣的評論 另外一個 因為他姓 喪 即是姓孫 是 Eugine Sun Curu Off the beat 哈哈 很糟糕 這些 也有很多 然後有些人就說 Navix你不用說了 炒了這個人 等等等等 一些很憤怒的 很憤怒的說話 好了 你們又怎樣看呢 其實在這件事上 因為作為 一直都以為阿信是女人 其實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不過我聽到第一個反應就是 因為我不知道 我覺得他應該是 可能是美國的韓國人士 我直覺覺得 為什麼就是 美國的創作人 特別是荷里活那些 或者創作界 都很政治正確 因為小弟有經常看美劇 那如果你的美劇 是關於有些團隊 例如醫生 警察 律師 你會發現比例是很對的 一生有一個白人 那必然是一定有白人 那必然是會有黑人的 黑人這個呢 是因為那邊 做劇 是一定要有某一個 %的參與度 有黑人 不是的話 會 簡單來說是會有 一些相應的規條 然後你就發覺 近年 越來越多會有些 拉丁裔 亞裔 那 我不知道編劇怎麼想 但是我自己作為一個觀眾 就覺得 你們那些醫生律師 都真的幾 就是我明白 美國是一個很 國際化 多元化 多元化的國家 但是 這樣我自己 反而越看越突压 我覺得 我有一種這樣的感覺就是 編劇都挺政治正確的 我第一個想法就是這樣 這個編劇還寫過些什麼呢 寫過Marvel的動畫 Avengers Assemble 另外有一套CN的動畫 叫做Generator Rex 另外都寫過這個 Ultimate Spider-Man 都是近年的事 在2010年開始寫的 他以前多數是Writer 是的 那 Upcoming 還有很多 例如Star War 他會寫 Transformer 他會寫 白獸王 他也會寫 我很難不相信 他 即是機閒人的女人 他應該是一個 美國大的人 甚至我會覺得 如果是這樣 我也覺得很難說 不過不多作評 就是考究不了 始終這些事情 其實他都有說 他有說到自己 為什麼選擇阿順未開刀 其實他也有說 他就說 其實 除了有魔靈 除了有女生 也有魔靈 為什麼 但是呢 他們本身已經很厲害 但是沒有人想看他這麼厲害 但是就 加入了這個團隊 因為這個團隊 是應該由低做起的 他就覺得 就是要有那個 有弱勢的時候 慢慢變強 才會吸引人 他會覺得 是啊 所以就會變成 這位 這位仁兄 就算是很厲害 好了 想不如又 談談不同的問題 你們覺不覺得 這次阿順的性轉換 是一個政治正確的行為 就是他覺得 因為30年後 男女同時拯救世界是一個常識 那 喬大好像有留言 他就覺得 喬大就是這樣說的 他大致上 他偏敏的意思 因為我現在錄了Facebook 所以你給我講 他大致上的意思就是 覺得 這個是一個政治正確 影響了創作人 因為他是這樣說的 你用平權來做更改原著的理由 其實他覺得是多餘的 因為如果你創作就是創作 你被政治正確拉出來走 那就會沒完沒了 舉個例子 我剛才這樣說 如果你這樣說 是不是我們要為了 幫黑人平權 要將一輝變成一個 膚色加深 又或者你是不是要 因為 阿子龍 你知道他常常穿那種唐裝 這種是那些 外國人對中國人的文化內容 文化內容 那你是不是又要換走他 這樣是 他覺得沒有意思的 因為如果當處處都是禁區 處都是規條 什麼都不用寫 其實我覺得有一點跟我 剛才說的狀況有一次 就是好像我看 其實我對對人都好像是這樣的 為什麼 就是有一種這樣的感覺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怎樣為止政治正確 產生了這次的事件 就是 其實你不知道他是不是 本身就相信了這件事情 嗯 所以你很難說 雖然他講明說 因為這個世界 現在男女同事 一起拯救這個世界 也是很平常的事 但是你很難說說 他這樣是 受政治正確的影響 因為他可能真心相信 應該要有 應該要有女性角色去處理 或者應付世界的危機 或者這樣說 我講一段事出來 你覺得這些行為 算不算政治正確嗎 我剛才說的 我憑記憶 例如 有些北歐國家 他要求一間公司的管理層 有一半以上 最少一半是女性 是不是政治正確的行為 我不是很即時回答你 因為 我覺得有時候 那些事情不是 一問完 立即回答 可以應付得到 否則這個 只不過是一個 考反應的比賽 我們正在討論的是一個 正確的問題 因為 例如你用公司來講的話 你有很多時候 是講工作能力的問題 也有講 到底 我處理一些事件上 會不會用到 他某一些觀點的問題 用一個性別來作參考 就是單純說 要有一半管理層是女性 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不可追究和參考 這件事情 所以 我覺得 如何去講 有沒有政治正確影響創作 就是 如果 在這個案件上 就是 原本照用 車田大叔的 設定 拼了取 去 然後有某人 架空地去干預這件事情 是 然後說不行 一定要有一個 女性的角色在裡面 我不管你是將星矢轉 還是將一輝轉 總之要有 我覺得反而是 就是干預創作自由 是 Yu Jinssen就講得很清楚 It is all on me 是他自己決定的 亦都是有製作公司 陪他一起支持這個決定 才能過得到 東映也同意 東映也同意 但不知道車田大叔 還有 東映也同意要更改 某些角色的名字 但沒有說到是 什麼角色 改了沙漬 沙漬小姐的名字改了 他的Twitter有提過 現在當然追不回 但是當時我看的說法就是 因為劇組覺得 那些人這麼蠻綠色 每個樣子都 每個樣子都不只是日本人 但是為什麼每個都日本人 這樣的名字 所以有些位置是改了的 但無論如何 我想這個相對 minor的改名 但是對於剛才說 關於干預創作自由 的話就是 如果他真的有人干預過他 這樣才叫做干預 如果我自己一個人本身 相信那樣東西 是應該要這樣 我不覺得這樣是干預創作自由 這個是他的創作理念 這個反而是他的創作自由 他的創作理念 他只不過是 他只不過是因為 他們買了這個版權 簡單來說就是 然後這個創作團隊 他有自己的理念 他想在基於原作的設定下 去發揮 那我們其實要問的事情就是 到底這個設計的扭轉 會不會很影響到 他想做的故事 又不能發揮 我自己就是這樣想的 因為我 我反應不大 我只是 我第一次是有些反感 我們在於 你改這件事是為了表達什麼 很明顯就是他所說的那種女權 但是在於 這個不是女權 或者是他自己的那種想法 但是我覺得是有些多餘的 反而我覺得是有點突厚 就是這個可以是他的創作自由 但是如果就外言 我覺得你這樣做反而做到這件事好像很 好像是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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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更加強調這件事 就是如果你改完你 你是有些想法 就是我們現在 測試不到因為這套東西 對 就是如果你是有些想法 你覺得很厲害的 改了是 就是通順了的 例如用金融講 就是楊過商場打出這些 當然是要改的 因為他只有隻手 就是如果你是覺得原著有些什麼問題 我想大家都會接受 就是你想修理一些問題 但是如果你是為了一些概念去扭住一些原著 其實那件事其實做不做也無所謂 那些人就會開始有我這種反應 那很簡單是一件事就是 他創作是為了給自己的觀眾看 但是有很多原作的死忠 就會覺得你創作是為了服務我們 就會有這個衝突 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是想看一些新的東西 他們只不過是想看一些他們認可的東西 首先回應一件事先就是 如果說回關於干預創作自由 如果在這個case上面 假如現在驗上 最後創作團隊改回 好了 這個就是干預了 這樣就干預創作自由了 因為現在沒有外力的 尤其是 Anyway 關於剛才阿影程剛才提到的point就是 究竟創作給誰看 最近讀的hermeneutics有一個這樣的想法 就是 其實作者有他自己創作的東西 但是讀者是必然有權去做他的解讀的 是 而他的解讀是可以闊過作者想的東西的 其實我覺得 如果引用全息學的說法 其實就是 Eugène Song這個人 其實對於車田大叔的原作的 詮釋和解讀就是 他不適合現在這個時代 所以他進行了這樣的改動 我同意阿天部分的就是 在我的立場 我撇除了我對原作的一些 愛 愛 或者喜好 我覺得改是沒有什麼意思 尤其可能會破壞了原作裡面部分的世界觀 那 那 我講一下為什麼 就是 因為原作裡面 女性的性鬥士不是沒有 不過他們要戴面具 這一點人都知道 而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他就是因為說 因為他要放棄女性的身份 就是樣貌就呈現了在那個特徵上面 就是呈現了這種女性的身份的象徵 所以他要放棄女性的身份 好了 那所以他戴面具 那 大家都同樣明白的就是 所以如果女性的樣子被男人看到的話 他只有兩條路而已 一會是罵他 一會是麻煩你吃完我了 就是只有兩條路而已 那所以為什麼 星矢是不敢看阿摩玲的樣子呢 就是他一直都懷疑他是他姐姐 為什麼他不敢看他 因為他知道他不夠膽 他死定了 他不會嫁給他 所以不看 另外一個 薩娜就是為什麼 不小心看他的樣子 所以薩娜就要有 恨他到變成 愛上了星矢 就是一種自死不如的一種態度 那 那 真的很 那件事 你說完 你們都想笑 這件事 那我覺得三十年前我沒有說 是的 是的 我的意思就是 有些規條令到你很執著某些事情 如果就是 我有個朋友 都是KOL 不如說了一句 如果女性鬥士要戴面具來說 其實大家應該留意到 聖鬥士本身是一套 反法治的 反規條的卡通片 那什麼紫私鬥呢 其實就私鬥多於你做正經的事情 那同一招對聖鬥士沒有用 天馬流星拳用了N次 又說聖衣是神聖 但是聖戶財團就直接用機械字 就叫做聖鬥士 沒有關係的 鋼鐵性鬥士是動畫才有的 原作沒有的 所以就說 其實它裡面的規條是可改動的 我會覺得這樣是相當有證明的 可以打破和可改動是兩回事 它是不可改動的 剛才阿曼剛才這樣說 是因為 如果你改成這樣 那條路去不了 因為本身那條主線 故事的主線就是 訂立在 女性鬥士要這樣 所以升職才要找她姐姐 所以才搞那麼久 所以就是到底 我們 他這一套東西 根本就沒有出街 他現在只有Trailer 我們根本就無從判斷他 到底是不是 他會不會是完全是一個 不跟正規做的 不跟我們本身 以為他會主線 這樣走的一個故事 我們現在無從稽固 其實要解決這波很容易 阿信就是破壞機制那個 其他不用改的 你摩玲和Sanna 照樣根據這條路發生就可以了 你只是阿信改 因為五小強本來就是 本來就是挑戰教皇那個人 是啊 他就是挑戰 但是 這些規矩定立了 有人挑戰 又不代表他不斷去 即他那些東西是可以改動的 不可思鬥依然是不可思鬥的 是 不過你精神是思鬥 你打破他的規矩 好 這件事其實還有很多東西可以討論 稍後回來繼續和大家動漫分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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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